by going on Amazon business, all of a sudden small businesses are on an equal playing field 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镜教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消息 最近,社交媒体顾问Matt Navarra发现 TikTok正在建立一个关于第三方的应用商店 可供品牌和第三方卖家在其应用程序内建立自己的商店 随后,Matt向现代零售求证 印度尼西亚的TikTok商店确实在进行商业合作测试 众所周知,短视频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体形式 在塑造影响力和商业化方面有巨大的潜力 一条视频500万,甚至1000万的播放量 不管是引流到亚马逊,或其他平台,或独立站 不管是直播带货,还是用于优质测评 这背后的价值都无可限量 目前,TikTok作为美国第一大短视频应用 全球累计下载量逼近20亿 根据Beta测试 第三方卖家可以申请成为TikTok卖家 若申请被批 这些卖家将进入TikTok的卖方中心门户 建立自己的TikTok商店 在卖方中心内 卖家更新产品和价格 接收并处理订单和交易 跟踪交货、退款 并与客户建立联系 在建立初期 TikTok商店会对每笔订单收取2%的佣金 不难想象 2021年TikTok跨境短视频购物将成为常态 在TikTok这些功能的助推下 跨境赛道有望出现下一个电商巨额